你就要來看了今天電金啊大型股全部都是熄火了 只能靠個股來表態了 明天就要進入10月了 就你的觀察有哪些族群有機會迎接光輝10月呢 是的 我們來看到9月底 最後一天其實指數呈現一個拉長下影線這樣的格局 那事實上從10月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來看到包括近期股價相對強勢的 其實事實上是在所謂電子商務概念的族群 尤其是在物流的族群 包括今天相關的個股其實表現都非常亮眼 那我們也知道中國這邊其實過去都有一項所謂的雙11的光棍節 這邊所創造的這個廣告的商機 事實上台灣這邊的一個所謂的台灣網路購物節 也在10月10號這邊來開始加強所謂促銷的一個強度 那麼以過去這幾家大的這些所謂的這個網路購物的這些 這個廠商來看的話不管是在所謂PC Home 或者是在Yahoo奇謀購物 甚至MOMO購物網這邊的一個動作 其實都會有一些促銷的一個狀況出現 因此相關的這些不管是網購的商機或者是物流的廠商這邊其實都會受惠 所以10月份來看的話 由於10月10號這個所謂台灣網路購物節 其實可以特別留意 包括像代號2642的載配通 或者是代號2608的大龍都是受惠於所謂的物流的商機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生機的族群 由於事實上在這一波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生機族群已經慢慢走出所謂的Gia的風暴 但是Gia其實股價有個大幅的反彈 我們看到具有基本面的代號4162的資金 其實在最近已經新增一筆所謂的1.5億美元的授權里程碑的合約 從基本面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2014年開始轉虧為引整體來看的話 它的獲利成長其實被受市場上的期待 那最後一檔是有關於大概10月份即將公佈所謂的9月份的營收的成長個股 代號5264的F凱勝 那因為蘋果新品的一個進入所謂的拉貨的一個高峰 所以短線上看起來營運有機會很顯著的一個回升 尤其是9月份營收10月份要公佈的時候可以特別的留意 是 電子商務有可能買出商機買出股價 另外像是生計還有9月營收成長股也可以多加留意 謝謝分析師幫我們做的分析了